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即将拉开新幕 官媒也发布了2023年的春晚节目单 从春晚节目单上来看 2023兔年杨氏春晚主持共有6人 比2022年多了一位 而且主持人阵容基本偏向于年轻化 略位主持人中也就只有萨贝宁 神鲁玉以及尼哥买提是老面孔 其他的三位都是新人主持 在节目单中可以看见 演员赵丽颖和杨子都在今年的春晚上拥有两个节目 赵丽颖参与表演的节目有开程曲和创意节目 从赵丽颖近期的彩排路透来看 整体状态都十分不错 赵丽颖凭借两部作品成功转型后 整个人容欢焕发满脸的春分得意 再加上今年还是赵丽颖的本名年 不出意外的话赵丽颖的节目也会成为春晚一大亮点 杨子也在春晚上表演表演两个节目 分别是开场曲和小品表演 这也是杨子第五次登上春晚了 获得不说杨子写性大气的长相和活泼可爱的性格 确实与春晚的适配度很高 也同样期待杨子的精彩演出了 除了杨子和赵丽颖打两分工以外 白宇也是春晚舞台上的大忙人 却爱有三个表现节目 他们分别是开场舞 为电影以及歌剧演唱 在面向全国观众实施在线直播的大型晚会 白宇还能在其中拥有三个节目 无疑是对其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巨大考验 在春晚节目单上 最后一首歌曲还是那首熟悉的《难忘经销》 但表演者却从以往的李古一老师变成了全体演员 固定嘉宾李古一将缺席本次春晚 春晚从1983年开始举办 已经走过来了38个年头 在春晚的舞台上《难忘经销》已经被演唱了21回 其中由李古一老师领唱的《难忘经销》最为经典 他陪伴了很多观众的青春 也成为春晚结束的符号 因为李古一老师刚刚阳康目前正在恢复过整中 所以缺席了今年的春晚 李古一老师身体健康就好 希望明年的《难忘经销》可以再次看到李古一老师的《难忘经销》 所以对于李古一缺席领唱这件事 很多网友纷纷直言 即便时代再改变年位也越来越淡 但没有李古一的《难忘经销》作为收尾 都感觉春晚都不太完整了 除了李古一以外 很多网友发现在春晚节目单上 默契搭档贾玲张小斐也缺际了本次春晚 最细贾玲和张小斐 全联系五年登上春晚舞台 从2018年合作小品真假老师 2019年提校皆非 2020年婆婆妈妈 2021年一缺三折到2022年喜上加喜 而到了2023年两人连续上春晚的记录还是被打断了 虽然在春晚上看不到贾玲和张小斐 但是张小斐还有新电影在大年初一时上映 看样子应该是个快乐喜剧片 而且还有京剧影后和精英势地的双重家门 演员阵容和演技上都十分有保障 虽然贾玲张小斐无缘春晚 但是神马组合又强势回归了 这次开心马话团队又为观众带来了小品坑 两人的神仙组合势必会产生很不错的化学反应 还是请各位观众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是2023年央视春节晚会的部分亮点内容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 关于其他的亮点节目还请大家拭目以待 再见